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补血功能非常强大 我们的身体可以通过补血来抵抗湿气 很多女性的肥胖 面色 疲劳都是跟湿气有关 其实我们只要做好一步 补血 氧气 身体内的血液流动了 湿气没办法在体内待了 肚子里面囤积的顽固脂肪也就很快的消失了 所以我们平时可以生姜加红枣一起喝 山楂加生姜 山楂可以开胃 有一种酸酸的味道 筛干的山楂很补血的 山楂可以活跃胃部的消化细胞 跟生姜一起搭配 可以加速体内的湿气 顽固毒素和垃圾排除 并且山楂是治疗便秘的特效药 山楂和生姜一起喝 可以保护肠胃 肠胃好了 大肚男也就轻松了 我们的身体会逐渐衰老 头发也会慢慢从黑色变成白色 这是因为代谢降低 生长的色素变少了 导致白发出现 不管怎样 大家都不希望自己长白头发 这样会很显老 多吃三种 天然乌发剂 还能延年益寿 一 木耳 黑色的木耳就跟本身成神的颜色一样 具有乌发氧化的作用 能促进人体黑色素的生长 减少白头发 除此之外 还能加速消化促进排毒 多吃不仅对头发好 还能美容养颜 二 黑加伦 黑加伦 作为一种水果 维生素C1的含量很高 多吃对身体好 其中还有大量的抗氧化色素 多吃黑加伦 可以促进黑色素生成 让白头发逐渐变回黑色 黑加伦能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肌 帮助皮肤抗氧化 三 桑肾肝 平时桑肾汁水弄到手上很难洗去 说明桑肾中的色素很容易被人体吸收 桑肾肝便于储存 其中含有丰富的乌发素 能让头发变得 多门罗杆菌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变据 常出现在我们的肠胃中 我们身边有不少人都不注重平时的饮食 餐吃之后肠胃造罪 消化问题是饮食不规则 膳食不合理导致的 咱们可以尽量控制自己少吃这两样食物 一 生食料理 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生鱼片嘴虾 这些食物口感细腻 但是没有经过高温烹饪 就等于少了一层高温消毒的程序 可能含有大量的细菌 经常吃会对肠胃造成伤害 二 烧烤火锅 这类食物就不用说了 大街小巷老少介意 没有不喜欢吃的 这也是幽门罗杆菌最喜欢的食物 辛辣油腻 对肠胃本身最有刺激 所以不要经常吃 可以尝试一些菌汤锅 多吃一些蔬菜 除了通过饮食 我们还可以用丁香粉泡水喝 这是一种很不错的杀菌物质 可以控制幽门罗杆菌的滋生和繁殖 在饭后喝一点是效果很高 精神代谢对身体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新神代谢功能正常运转 才能帮助身体排出毒素和垃圾 而人体中最大新神代谢的器官就是肝脏 肝脏最大的特点就是沉默 所以很多人忽视了肝脏健康 当身体出现两个异常 一定要注意 一 眼圈发黑 很多人都会有黑眼圈 大家也只是认为影响自己的颜值 却忽视了黑眼圈背后的健康问题 经常熬夜的黑眼圈特别明显 无论是深浅都代表着肝脏 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 黑眼圈越严重 肝脏的受损程度越严重 二 嘴巴有异味 很多人都认为口臭是口腔疾病 或是肠胃疾病引起的 这的确不假 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肝脏问题 这是一种类似于胺气的味道 主要是身体的代息速度下降 使毒素在体内不断的堆积 从而发酵产生了胺气 这种气味会顺着人的呼吸道进入口腔 肝脏是人体的解毒器官 对身体有着重要的作用 生活中 曾有些不良习惯导致肝脏中毒 由于肝部的痛觉神经比较少 被称为哑巴器官 即使出现中毒 也不容易感觉出来 不过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状况 一 突然出现过敏 如果突然出现过敏较多的现象 则要考虑是肝脏中毒了 肝脏有抗过敏功能 能帮助人体抵抗过敏源 如果肝部中毒 产生病变就不能很好的抵抗过敏源 就会出现身体过敏的现象 还会引发皮肤骚痒和疼痛的症状 二 身体脸上长痘 肝部出现问题会使肝脏功能下降 导致内分泌产生失调 就会使脸上和身上出现痘痘 长痘痘等 出现此类情况 一般都是肝部出现病变 三 身体有异味 正常的人体通过排汗 会带走一部分垃圾 所以出汗后会有一股汗臭味 这是正常的现象 肝出现问题会导致排毒功能下降 体内毒素累积 排汗时 会将体内的毒素带出体表 让身体发电 主要是包括入睡困难 半夜醒来之后 不容易再入睡 睡觉不踏实 或是总是做噩梦的 失眠是因为气血两虚 以及饮食不节 精神过度紧张所引起的 及时根治 搞知失眠的真正原因 才能缓解失眠的问题 一 一睡一醒 大部分这类人群都是因为胃口不舒服 所引起的 应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 下午四点以后 不建议喝浓咖啡及浓茶 不然会兴奋 中心神经 晚饭不能吃得过油 或过饱 睡前可以喝点酸牛奶 里面含有的糖分 以及蛋白质 能够调节睡眠 二 入睡困难 躺在床上睡不着的人 不要在下午吃一些 容易引起兴奋的食物及饮料 可以多吃一些 富含鸭油酸的鱼虾类 大豆制品以及肉类 尽量吃完晚饭后 散步十分钟左右 三 惊醒或失眠的人 这样的人一整天 都不能使用 引起兴奋和刺激的食物 比如咖啡 浓茶 辣椒 生姜 大蒜等 合理的搭配饮食 睡前多吃些含脂肪量高的食物 或喝一杯奶制品 必要时可以再睡前五分钟 酸餡是一个现在比较常见的问题 平时注意控制好情绪和饮食 尽量少生气 多吃些散结的食物 那么哪些食物可以帮助散结呢 一 马齿馅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到了冬天 很多人喜欢用马齿馅包饺子 还有人喜欢用马齿馅煮粥盒 对于有节节的人 可以多吃一点 可以帮助散结 不喜欢吃的话 也可以选择泡水喝 二 红薯 对于有节节的人来说 不妨多吃点红薯 红薯含有多种营养物质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节节 红薯的纤维含量也非常丰富 有丰富的通便作用 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 三 艺人 这是厨师小能手 身体容易发生水肿的人 身体湿气都比较重 可以多吃点艺人 不仅能帮助我们去湿 还能消肿散结 经常喝点艺人粥或泡水 都是不错的选择 发现有了节节以后 要控制自己的饮食 既辛辣刺激性食物 油脂偏高 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 尽量都要避免 饮食 饮食就常见的主食是米饭和面食 那么米饭和面食有什么区别呢 又具有什么营养价值呢 大米里含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 主要成分包括蛋白质 脂肪 淀粉 中医说大米具有补脾 养胃和清肺的功效 所以对于肺因亏虚所导致的咳嗽或便秘 可以常吃大米粥 大米中的碳水化合物 主要是淀粉 还有蛋白质和米胶蛋白等 相对于大麦小米和玉米这些 核骨类来说 大米的生物价和氨基酸的构成都比较高 面食可以补充能量 各种面食经过面粉发酵以后 会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能量 面食中所含有大量的维生素B1和维生素B2 如身体缺少这些维生素就会导致 全身无力并且没有精神 容易感到疲劳 众所周知 钙是人体中很重要的元素 当人体缺钙时会出现精神萎靡 高度紧张的状态 而面食中含有丰富的钙 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肠胃 帮助消化 两者的好处各有千秋 但是面食比大米 月经期间注意维生 但是却忽略了大姨妈走后的几天 月经走后三天内 女性由于失血以及子宫内膜脱落 子宫亏虚 这几天一定要注意这三件事 一 爱人之间的亲密 月经走后几天 宫颈还没有完全闭合 此时发生关系 会引起宫颈和子宫内膜冲血 还会引起月经淋漓不尽 导致女性有细菌感染 尽量在月经走后 一周再亲密 二 避免使用家乡护垫 月经走后 往往还会有阴道分泌物流出 导致女性私处有异味 此时大家都会往往用上护垫 但一定要注意使用分方形的护垫 会使女性分泌PH值改变 患上妇科病 三 避免穿紧身裤 月经刚走 子宫处于恢复期 子宫内膜重新形成 穿紧身裤 女性私处被包裹了严严实实 密不透气 加快细菌繁殖速度 对恢复期的子宫 造成威胁 会引起腹痛和炎症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